第二天,沐秀驾着牛车说去县城取机器,结果大家都不放心,要跟着他一起去。 最后,沐秀值得让陈旭辉陪着去了县城。 等到了县城,沐秀找了个理由,把陈旭辉暂时打发走,又是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趁人不注意,把机器和缝纫机都一起放到了牛车上。 放机器的时候,沐秀还小小地纠结了一下,最后还是咬咬牙一起放了进去。 好在机器面积都不大,牛车刚好放下。 放完后,又用一大块遮余布把东西都照了起来,然后这才去找陈旭辉了。 找到陈旭辉后,两人都这样回到了村里。 到村口的时候,遇到了几个村里的婆娘。 他们看到沐秀牛车上堆得高高满满的,不由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其中有一个有些微胖的女人冲着沐秀喊道, 沐秀啊,你这是又买了什么好东西啊,堆这么高。 沐秀看着几个人都一脸八卦地看着自己身后,他就笑着回道, 刘婶,这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我们先走了。 然后说完就拉了一下牛车,载着东西离开了。 这肯定是买了什么好东西,现在都开始藏着掖着了呢。 被沐秀称为刘婶的人撇了撇嘴道, 可不是嘛,人家现在可有钱了,拖垃圾那么金贵的东西,说买就买了。 前些天不是还送红薯吗? 我跟我当家的后来算了算,那起码送出来了几千斤红薯呢。 刘婶身边一个麻子连女人大声说道, 红薯虽说是不值钱吧,可是几千斤那也是辛苦种出来的, 要换作我家,我是不舍得送的。 又有一个瘦高的女人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她家地里不都是陈旭辉那个傻小子一直在帮着做活吗? 她们有啥辛苦的,她们家这算盘打得惊得很。 她们家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这红薯自然看不上了, 人家金贵,不肯吃这玩意儿了,还不如送给别人, 起码别人还领情。 你们没看,送完红薯,村里多少人都快沐水是好人的。 一个颧骨高高,细长脸的女人不怀好意地说道,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的,以前提起沐水,谁知道她是谁啊? 现在说起来,村里谁不知道她家有钱啊。 哎,你们还记得,村上她家小卖丰收,咱们去取经, 沐水说了那么一大堆,那么种地谁不知道啊, 藏着掖着不肯告诉别人。 那稻田养鱼,还不是为了拍村支书马屁, 我就是太老实,当时要早点能明白过来, 跟在村支书一起搞,今天我家不也发财了。 是啊,可不是你说的这个理儿,真没想到, 沐水看着老实,还是个心里藏尖的人。 有人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以前咱们都是看走眼了,他才真是一肚子坏水的人, 竟然那么大方,为什么拖垃圾不肯给咱们用啊? 还不是欠不得咱们往好处逛, 显不出他家在村里是多一份。 有钱没良心,也不管自己亲生的爹娘了, 怪不得家里糟了火。 哎呦,你干什么啊? 几人正在乱嚼舌头时,忽然后边有人泼了一盆水出来, 把这几个正聊得兴高采烈的婆娘, 鞋子和裤腿都打湿了。 背地里这么说别人,也不怕死了下地狱被拔舌头。 一个满脸沧桑的女人气红了脸, 一手拿着盆子,一手掐着腰站在门口不屑地说道, 哟,这不成寡妇吗?怎么了? 吃了人家几斤红薯,就把人家当恩人了。 麻子脸的鞋子都被打湿了, 她气急败坏地说道, 沐水本来就是我家恩人,我不把沐水当恩人, 还把你们这几个恩将仇报的人当恩人吗? 陈寡妇指着麻子脸说道, 恩人?这沐水对我们有什么恩呀? 真是搞笑,麻子脸一脸的不服气, 你们这群没良心的, 收稻子时,人家家可没中稻子, 可还不是出人出力, 弄了那个脱离机给你们用, 你们转眼就忘了。 我看呀,沐水就是心太善, 弄这些干嘛, 累死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东西, 那才好呢。 陈寡妇义正言辞的话, 顿时堵住了这几个婆娘的嘴。 你,咱们走。 麻子脸婆娘跺了一下脚, 扭头就走了, 其余几个婆娘也都善善地 跟在后边离开了。 陈寡妇望着几个人的背影,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出来, 她脚有些发软地 回到了破旧的屋子里, 一屁股坐在门口的木洞上, 屋子里一个双眼切生生地 看起来大概七八岁左右的女孩 望着陈寡妇慢慢地跳了起来。 娘,你不怕吗? 女孩从屋内阴暗处 跳到了明亮处, 靠到陈寡妇的腿边, 有些害怕地拉着陈寡妇的手。 刚才那几个人如果动手打起陈寡妇来, 陈寡妇一个人还真的不是对手。 但是陈寡妇仍旧一个人冲了出去, 陈小莲在屋里一直提心吊胆的。 趁着亮光, 这些女孩的一只脚 软软地贴在地上一动不动。 莲, 梁又没做那亏身事, 有什么怕的? 做人呢, 要讲梁姐, 要不是木家给咱们这些红薯, 咱母女俩真的就要饿死了。 陈寡妇一脸爱脸地摸着陈小莲的脸。 是我拖累了你, 娘, 多怪我。 陈小莲难过地低下了头。 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 娘活着有啥意思? 等年底啊, 在分地的时候, 娘也种地, 明年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在攒点钱, 去县城的大医院给你看病。 说不定, 说不定你就能站起来了。 陈寡妇拍了拍陈小莲的后背。 真的吗? 陈小莲瘦得皮包骨头的脸上满是期盼, 她做梦都想跟正常人一样可以走路。 真的? 好了, 走吧, 娘给你做饭吃了, 今晚啊, 咱们烤红薯吃。 陈寡妇迅速地转移了话题, 她背过身子擦了擦眼角。 陈小莲这是小儿麻痹症, 是再也治不好了。 可是面对女儿, 陈寡妇还是不忍告诉她这个残忍的真相。 陈寡妇出来的时候, 好像看到一个身影闪了过去, 但是走出门, 确实什么都没看到, 她还以为自己是眼花了, 最后摇了摇头进屋去了。 陈寡妇